你好… 我是Shiga蓮詩雅 你好 多多指教 你很興奮,很冷 今天我特地想你教我 如何打羽毛球 我想學了很久 沒問題 我已經順便做一支球板給你 好 是這樣嗎 對 我們打開球時有分反手和正手 我喜歡打開反手,好嗎 首先拿去你的手指,用雙手指 從這個膜拉到這裡 就是壓著你這個臉部 對,放在這裡 就是這樣 感覺到你的手指好像用力 對,這個就是反手了 然後這樣 開球動作 對 也要用手力 沒錯 我們先拿球 好 輕輕地推向後面,向前就行了 先看看 首先要怎麼放手 對… 對,沒錯,對,很好 我剛剛這樣玩了一會兒 我已經體會到其實挺累的 其實是很辛苦的運動 對,那你是何時開始這種訓練 由開始打球,就從白手開始 全職的話,我差不多是將近17年 做了全職運動已經17年 很厲害 等於是我的職業 那你平時的訓練程式是怎樣的 其實也是很規律的 9時訓練,訓練到12時 休息一會,下午再練習 甚至有時候覺得自己不夠 晚上吃完飯也會再加練 那你這麼忙,你真的連拍拖的時間都沒有 是的 其實在一些青春時期 可能很多人都會對愛情的幻想 你問我,其實我也有 很多中學同學都會問我 你是否喜歡誰 你們有否想拍拖 我都會有很多人問我 但我一概都說沒有 我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是喜歡女生 但同時也不想被人知道自己的取向 因為當時也覺得很多人會反對 那段時間主要是隱藏自己的性取向 有一方面是想打球的事情 因為我當時也很專注運動 焦點是想放棄 怎樣練好球 給好賽 怎樣可以為廣真光 這反而在我的角度更加重要 可能愛情在我當時的角度 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兩種東西放在一起 我會覺得打球比拍拖更重要 拍拖跟我好像遙不可及的感覺 直至30歲時,覺得自己差不多退役了 是時候可能想一些將來的事情 其實拍拖也是我自己渴望的事情 那時候開始想起 希望自己也能遇到一個人 可以嘗試拍拖 那你當時的幻想、戀愛 是甚麼一回事 好像是以前很喜歡追韓劇的 你有時間嗎 我的放鬆最喜歡看…看…看韓劇 韓劇 幻想了愛情有點像紅劇 很浪漫的感覺 初戀本應該是很甜蜜的 更何況黑妹30歲才迎接戀愛 不過同志加上運動員的身分 令那段愛情跟想像中很不同 當時不知為何跟她出街 十次、九次都被人認得到 我又不想讓家人知道 她又不想讓家人知道 所以出去的時候 我們都很避忌,不會拖手 很大壓力 對,不會做很親密的行為 大家都會有這件事,始終很開心 這段感情只有一兩年分開了 不過令黑妹明白到 拍拖一定要光明正大 要勇敢面對自己的選擇 郭樂宇 你是不是要打架 你反抗 整個球都用左手跟她打 她說我右膝太強了 用一隻乖慣用的手 對,她說要我用左手跟她打 她經常養我 如果她真的認真要我 我就不要玩了 好了,被你殺 那當然要讓你 黑妹等了很久才能等到你 有點風…不要緊, 媽媽來 我想問你們是怎樣認識的 朋友回家就認識 當時是誰先表白的呢? 你說吧 其實…一開始是她有暗示給我聽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樣暗示 就是那些… 在車上嗎? 真的嗎? 很久了 因為我本身想了解更多 所以想要踩… 但你有點害怕 對, 因為我覺得我朋友了解更多 但她會覺得做朋友和情侶的了解是不同 然後我們就想想, 又好像是 你做情侶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跟朋友之間相處都不同 是 你要一起做 可能你才會了解更多, 就追求她 伸起雙手 Tinky和黑妹可以說是兩個世界的人 一個這麼健身 另一個原來是斯文小秘書 平時除了做瑜伽之外 幾乎完全靈活動 這樣平行時空的兩個人撞在一起 那種化學作用也令人多意外 我知道有一個願望靠運動員 叫做黑妹月沛炎 但其他人就不知道了 很斯文 而且也看見她是比較靜的 然後跟你一起玩的時候 就像大小孩那樣 第一次見她的時候 她給我第一個印象就是很陽光 應該覺得這個人這麼有活力 很喜歡笑, 也很開朗 她的性格是很吸引人的 有些特徵我也比較喜歡 大眼, 笑得很甜的人 這個女生也挺漂亮, 挺好 那你們一起的那一刻是怎樣發生的 我也在想, 你沒想到問我 我記得那時候 是在尖沙咀的海防路道 那條路, 是嗎 然後走一走一走在街上 不知為何突然那個時刻 就很想問她 不知是那個感覺 你面對面問的嗎 是面對面問的 我剛才出現時出來 我就說 我對你也有一點好感 而且我也想了解你更多 不知你會想跟我一起 如果你想的話, 你就牽著我的手 如果你不想的話, 就不要牽著 對, 好像我是這個意思 你解釋一下你的版本 沒有, 就是很自然地 我靠靠靠靠 我們很自然地走在一起 對, 就是這樣 你沒看, 馬上殺我 認識了一點技巧之後 又可以跟她猜到球 因為她會覺得 很多東西我都沒有教你 這些你會懂的 我會跟她說 因為我看你影片的影片 打球 我最開心的是 可以培養她做運動的興趣 甚至有時候我很忙 也沒時間可以培養她 就會說, 何時跟我打球 到我打了沒有 反而是她自己會想去打类球 我也會覺得很開心 黑妹和Tinky拍拖兩年半 Tinky成為了黑妹的動力 也是心靈的支柱 要幫我尋找你 對, 讓我一起拍攝